好 我們接下來要再來感謝兩位網友抖內 這個是達斯維達 他說我們要捍衛自己的收視權利 捍衛中天和我們言論自由的權利 捍衛我們最愛的小湯圓 絕對不讓小湯圓心碎中天加油 非常感謝達斯維達 以及Y6他說他就是想要抖內而已 沒事啦 不管怎麼樣 非常感謝兩位 那麼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 有一名女網友 她PO文控訴 用熊貓外送點了某家頗知名的米糕 但是吃到一半呢 她看到了完整的蟑螂屍體 就在這一邊 她反映給店家之後 老闆不但沒有道歉還反撬 那你下次不要買就好了 隨後遭到了一型大軍出征 那原PO只言因為生殖小店 經營不容易 所以他本來沒有打算要爆料的 但是沒有想到老闆根本不認錯 也沒有道歉還反撬 不要吃就好 讓她忍不住向熊貓控訴 並且PO網來告訴網友 好 另外我們再看到 同樣是一名女網友 她就分享呢 日前啊 老公呢 將綠豆泡水放到店鍋內 準備呢要煮綠豆湯 但是沒有想到就被遺忘了 三天之後打開 映入眼簾的 就是這一個景象 讓她幾乎打開的那一刻啊 味道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那這個文章呢 PO上網之後 網友紛紛留言啊 那直指呢這個文章好有味道啊 還說呢好有味道的畫面 有人說有味道的貼文 還有人說啊應該是臭翻了 以及呢最後還有網友說啊 哇這個綠豆湯變成豆芽菜湯了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啊 是跟超商店員爆發口角的愛馬仕姐 大家還記得吧 最近呢在網路啊PO影片 想要來公審超商店員 沒有想到呢 反而是被網友踏罰 網路上也流傳了各種她的負面消息 而時常在女兒聯絡簿上畫畫的神人 林爸爸這次呢 也跟上了時事啊 在粉專呢 林爸爸簽聯絡簿啊 就貼出了新作 可以看到小熊維尼 穿著他馬式小火車的服裝 椰魚呢 卻又帶有幾分的可愛意味 讓網友是紛紛轉發 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